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59岁 我到发热门诊来是支援的 2018年的12月份 从精神心理科退休的 第二年的19年 我就到感染科去返聘 我从11月26号到现在 到发热门诊已经一个月了 目前来讲还没有感染 他疫情之前不在发热门诊 他是在感染疾病科 然后就是在疫情以来 他多次到发热门诊 真的是多次 很多次 在发热门诊最需要的时候 他来支援发热门诊 因为这个疫情确实很严重 如果一旦放开以后 就是病人一下子 发热门诊的病人 一下子会增上来 再加上医护人员也会有感染的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 可能会要减缘 有的时候我们连就是一进来以后 一个病人挨着一个病人的 就是连上厕所的机会都没有 不跟门提吃饭了 最后我们就不敢喝水 一直就等到下班之后 然后一干有时就十多个小时 我最多的病人 我就我自己是看了一百五十多个病人 老是想上手的 刚要出去 然后就来病人 刚要出去来这个病人 最后就是一个别人爱着一个别人 就只能是憋着 作为我老人嘛 说实话 毕竟说退休了也行 而且身体状况呢 你说和年轻人比肯定是不如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原来经历过非典 然后又搞结合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我自己来讲 就是做这个预防 传染病的预防 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 现在的防护条件比过去防护条件强上百倍 过去没有这种一次性的 我们就是那种布的隔离衣 口罩是两个大布口罩 然后中间在C上就是那个纱布 我们折在一起差不多有一百层 所以我这个东西呢 我就觉得 虽然年岁比较大吧 我要做好防护 我就是要晚感染 或者是不感染 说实话 这个东西你要说不害怕吧 也不是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咱们看的电视也好 新闻 听的新闻也好 就说这个 老人家一个一个都是过去了 你说没有担心是瞎话 但是我还是对人家对自己 还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这个疫情起码现在 就是说现在这一个小波 但是可能随后可能还会再有这些年岁大的病人 来就诊的更多一些 两周前大部分都是刚开始发烧 他们就来就诊 现在这些人群里头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 就是症状持续时间比较长的 发烧持续五天以上的 或者说是有出现了这个 呼吸道其他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咳嗽 胸闷 气短的一些人 目前呀 不管是从我们发热门诊 还是从全院 我们都在做这一个准备 就是应对这个老年人发生重症肺炎的这么一个准备 那我肯定还得必须 得坚守吧 因为在疫情面前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 就是没有退缩的 只能往前走 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是年岁大了 但是我毕竟有经验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往前上 我就是大夫 我就应该去干